大家好 我叫杨海博 我来自于黑龙江省赵董事宋战镇 我毕业于辽宁师班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硕士毕业以后 我先后在加拉夫大连中山店 和小黑灯作文工作 以前我觉得文学离我很远 生活离我很近 现在我觉得文学离我很近 生活离我很远 今天来到非尼默鼠这个舞台上 我想寻找一份文字编辑 或者是剧本写作的工作 谢谢 海博生活怎么离你远了 因为这是我的一种感觉而已 我觉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可是不是有句话叫艺术 原于生活高于生活吗 不来源于生活怎么谈艺术 这个生活不是一种具体的生活 是一种精神上的生活 对 应该是这样的 我来想他是不是想 做一个文艺男青年这种感觉 有点这种感觉吗 有吗 你是文艺范儿的吗 那倒不是 你自己写小说吗 写过 写过 发表过吗 出版过 09年4月份出版的 海博刚才说有很多个工作经历 据说上学的时候 曾经创办过英语培训班 那是2004年的时候 我毕业于大连实产学院英语系 办了一个英语班吧 那你那英语班是教什么人啊 主要是说初中生小学生为主吧 然后你自己英语好吗 如果说我2004年的英语 像初恋那么美好的话 那么我想现在已经到了离婚的边缘了 在接下来咱俩的交流当中 能使用白话纹吗 我真怕他灵魂出窍 是吧 就尽可能地使用白话纹 要不我们慢 好不好 好 尽可能生活一点 是是 张老师我特别 你干嘛 我特别喜欢你 你还带凶器了吗 如果 如果毕业可以算凶器的话 那我确实带了很多 你要干嘛 你要干什么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 然后呢 我也再录了一些 你确定那个事吗 非常确定 因为你的每个节目 我都看两遍以上 那么有刘慧普老师点评的 我至少看四遍以上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什么 把你话筒换一下 其实我觉得 别看刘慧普老师呢 外表非常冷 像一团冰一样 可是他内心呢 却燃烧着一团火 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男人 他对传统 哇 你坐 坐坐坐 我觉得他真的很来源于 他对生活 他对生活了解得非常深 坐坐坐 非常逆心 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喜欢刘慧普的那种发言的话 你确实不是喜欢文学的一个人 你相当不文学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那我还没说完呢 对 他都打断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男人 因为他对传统的婚姻做了一个颠覆 因为以前呢 美婆都是由女人充当的 然后她的网站办得这么好 所以说我觉得美婆做到她这个份上 真的是很不容易 这句话亮了 这句话亮了 这个美婆 这句话亮了 来吧 这个 你突然超出这个是什么 这是您的语物 我的语物 我每次都踢在床上 然后呢 每天 每天晚上的时候 看两边的 你能在提到我的时候 不联系床吗 好 说 比如 你知道吗 你用你的出场方式 吓到了我 吓到了12位老板 即使通过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吓到了全国人民 这是一个心中有天下的人 跟你交谈的时候 我说过的话 对 你也不用离我这么远 我一般不用肢体语言 所以不会把你的眼睛戳瞎的 这位选手 这是我说过的话吗 是的 还是你说的话 你说的 来 继续 再读一段 沐妍 你觉得斤斤计较 牙子必报 是一个男人的品格吗 这是我说的话 好了 收起来吧 咱说点和自己有关的事吧 好吧 穿起来 不许再从兜里往外掏东西了 我想请问一下 你刚才说 你做过两份工作 一份是在加勒福 对吗 对的 在加勒福干什么 做培训工作 然后因为我培训特别有特点 所以被誉为 坟墓室培训讲师 你培训什么 我的培训主要是服务 其次是销售 引用一段 我曾经培训的 例子可以吗 咱们就直接直奔主题 好吧 什么是服务 今天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诠释 当你在卖场里聊天的时候 顾客从你的身边走过 他的眼睛里射出火辣辣的目光 他需要你的服务 当你在厕所的时候 顾客在外面急得团团转 你要马上提上裤子 他需要你的服务 即使我穿过坟墓 站在马克思的面前 我也想说服务无处不在 服务无时不在 你的目的是让大家学会什么是服务 是这样的 我没在你的这段话里面听到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邵刚你误会 他刚刚说他的坟墓师的培训是先让人家听完之后感到绝望 我听完我很绝望 你很绝望 我绝望了 所以我觉得是成功 好好 好的好的 我觉得刚才那是坟墓一段 我特别想听他希望的那段是什么 其实我已经讲完了 我这意思说 我特别想知道邵刚他当培训老师当了多长时间 两年左右 那一批人基本废了吧 你培训 后来那个被你培训过的家乐福 倒闭了对不对 没有 非常好啊 那后来为什么这份工作不做了呢 其实主要是我的原因吧 因为我来加拉夫工作呢 也不是说为了名或为了力 因为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将来成为一个作家 那么你知道作家的写作的来源主要是生活 再就是那个阅读 因为我觉得已经锻炼的差不多了 已经积累了不少写作的素材 所以呢我选择了离开 你这次是来找工作呢 还是说我要找下一个体验生活 找工作呢 是真的想要去工作 不是只把它当成一个体验的过程 没有 积累素材 没有 是这样 因为我这个我们爱上原品等于是刚开的这么一个公司 所以有很多这个服装我需要非常好的一个文字编辑 来把这个服装用一个文字 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状态跟我形容出来 你比如就这套服装 你能够找出一句不超过二十个字的话 描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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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很喜欢浪漫的男人 至少我看的文字喜欢浪漫 命题作文 说衣服 阔弧 往浪漫方向使劲 像水消失在水中一样 什么 什么 像什么 像水消失在水中一样 我怎么听着像鬼消失在水中 你说什么 像水消失在水中一样 米别你别有期盼值了 我感觉我像一龙头 如果这个求是者这一轮表现完之后 就只会给老板们留下一个夸夸期盼 说不正经的 还有两下子 一旦来真格的就不行了 这一轮要被灭灯 十二位 第一次选择的时候 如果你们觉得 海波可能还能继续走下去 灯留下 否则的话 各位选择离开 选择 有三家留了下来 你要向这三位证明 天生我有财 小刚 我觉得这位选手 他虽然是想应聘一个跟写作相关的工作 但是他在这个台上没有呈现出任何一点 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跟写作相关你的优势 所以呢 我还是想挖掘一下你之前的经验 你这几年的培训工作经验当中 你认为你最自豪最值得别人学习的一个工作经历 是在培训方面 记住培训 好 非常成功的一点是什么 比如说有一次 我在那个培训室里给所有的初号员们培训 那个关于服务的培训 培训 结果是他们对培训都非常认可 而且在工作中确实运用上了 方法 你用了什么方法 微笑呢 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的服务过程中呢 最标准的微笑呢 是要露出八颗牙齿 当你面对顾客的时候 你要真心地去与顾客去分享 当顾客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要去真诚地帮助他 当你越说 我越怀疑 你没有做过这样的培训 我确实做过这样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些 你说的这些都是空话 套话 一个没有做过的人 也可以说出来的话 确实因为我这个已经 离职三四个月了嘛 可能是说 离职三四个月会记得的大哥 其实少刚我可以给你一个判定 我觉得我基本也是 小伙子 培训犯的造诣很低 因为任何一个培训师 不会用微笑八颗牙这件事 作为自己的首选案例 因为全国人民都知道 如果你是服务培训师 如何做有效促销导购 应该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 讲起来很精彩的事 他选了个最不精彩 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明白了 所以我估计他的培训经验 基本趋劲一定 你可能能做培训师 但是你可能不是一个 培训师的大家 但是呢 你能够坐下来 写一个酸酸的文章 可能还真能写出 老陈醋的味道 李斌啊 李斌啊 在骨子里也是个酸酸的文艺青年 所以那个水消失在水里 还使得他把灯流了下来 我跟你说李斌 谁要是跟我说水消失在水里 听完这句话 我邦当就灭灯 不 你听我跟你说 那就约等于风消失在风里 不不不 火消失在火里 星星消失在夜空里 但是所以就有一个名 非常有名的一首歌啊 山还是那个山 水还是那个水 所以他有这个名歌啊 所以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么一个 你认为不招边的一件事情 他说出来了 我真的挺喜欢的 所以三位你们认真想吧 如果你们的灯仍然流了下来 就意味着主动权从你们手里 转到了杨海波手里 三位选择 会不会到 好 现在李斌经过了多方干扰 多方质疑 多方的 反正自己流了下来 就是因为李斌喜欢上了一句话 叫水 消失在了水里 好 来吧 安全不上感情 我问一下能够提供是什么指挥 就是文字编辑 钱的是这样 我们有三个月的试用期 在试用期 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2500块钱 就250乘10 还有别的吗 再有一个 就是刚创业不到半年的问题 了解了 谢谢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了 对 就这么简单 是的 2500块钱的工资 文字编辑的工作 究竟杨爱波和李斌 谁消失在谁里 15秒钟的思考 杨爱波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接受 还是不接受 对不起 选择放弃 不你现在有 现在有工作吗 没有工作 我可以再找 我知道上帝被我 关上一扇门的同时 他会为我开一扇窗 所以我希望找到 那个认可我的人 就是窗 不 咱们说点实在 好的 你现在 其实你对工作的要求 亲近是多少 4000到5000之间吧 4000到5000之间 是这样的 你为4000到5000 做好准备了吗 那要看 在什么样的行业中吧 在什么样的部门 有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你本来想去 什么样的行业呢 其实我就是 简单的做一个文字编辑 真的没有什么